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温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被公司派去出差两年,回来发现我职位被挤掉了,绿茶还让我滚出公司,我忍无可忍不装了,让我哥收购公司赶出绿茶。 大学毕业后,我拒绝了家里让我去自家公司上班的提议,和男朋友陈少凯一起进了本师一家,待遇还不错的小企业。 不想让他觉得我是一无是处,只会依靠父母家人的米虫,所以我从未告诉过他,我爸是建筑行业的大佬,大哥是科技大佬,二哥是外交官。 进公司第二年,公司接了个偏远的项目,坐标是我一直想去,却从未去过的西北小城市。 我和陈少凯约好一起去那个项目发展两年,谁知他却在临去前一周改变了主意,说要留在总部发展。 在他的劝慰下,我答应独自去西北项目,因为老板承诺项目结束,回来后职位就会提升一级。 项目提前一个星期结束,我为了给陈少凯一个惊喜,偷偷买了回城的机票,结果回到住的地方,家里竟多了一个女人。 阿布是两个,打开门,发现屋里沙发上坐着一个年长的阿姨,还不等我开口,厨房又出来一个身材长相,都很普通的年轻女人。 她端着水果,腰上系着围裙,一副女主人的姿态,看到我开门进来,似乎没有半点惊讶。 我认识她,曾经对陈少凯暗送秋波,但被她拒绝了的一个学妹。 你怎么在这儿?你是谁?我和沙发上坐着的妇女同时开口,我开口自然是问端着水果出来的叶清月,而那个中年妇女很显然是问我。 把目光放到沙发上坐着的阿姨身上,觉得有几分熟悉。 好一会我才反映过来,她是陈少凯的母亲。 我曾经在她的全家福上看过她妈妈的照片。 啊,礼貌的称呼还没喊出口,只见她转头朝礼物大喊,少凯,少凯,你出来一下。 怎么了,妈? 陈少凯从书房出来,看到我站在门口,脸色骤然一变。 在一起六年,她很少把眉头皱得这么紧,也很少露出这样为难的表情来。 跟当初告诉我说不去西北项目时,表情如出一辙。 我心里隐约有个不好的预感,因为二选一的时候,她从未选过我。 这女人是谁呀?她怎么有咱们家大门密码? 咱们家。 妈,这是公司同事,来找我有事。 同事? 在我错愕的时间里,陈少凯急步走到门口,一只手托过我的行李箱,一只手搂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到了外面,小声跟我说,出去我再跟你解释。 刚走两步,我听到里面的女人对她妈妈说,阿姨,那个女孩我认识,是少凯前女友,我相信少凯会解决好的。 她妈妈连连附和,对对,我们少凯是好孩子,她肯定会解决好的,肯定是那个女人对我们少凯纠缠不休,月月你别多想。 陈少凯一路把我拉到电梯口,刚伸手一按,电梯门正好开了,她拉着我进去,我站在门口没动。 什么意思? 我仰头质问陈少凯,我不过是两个月没回来,就成了前女友。 这两年我虽然在偏远的项目,但我和陈少凯最长两个月也会见一次,当然,基本上都是我回来找她。 舒辞,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说,我听着。 我双手抱肘看着她。 她试图把我拉进电梯里,说我们在外面吵怕她妈妈听到。 都这个时候了,她只考虑她妈妈会不会听到,而不是考虑我的感受。 我心底一阵阵发凉。 那是我家。 你是想逼着我现在就去把那两个女人赶出去吗? 我十分生气,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几分。 陈少凯家是农村的,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我从未说跟她说过我家里的情况,也没有告诉过她。 这套房子是我家人给我买的。 虽然房子是你朋友的,但这两年房租是我在付。 她反驳了一句,知道我吃软不吃硬,又马上软下声音说, 舒辞,我发誓,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算我求你,先下去好吗? 她把我拉进电梯里,伸手按了一楼。 像是确认那两个女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时,她才告诉我说,上个月她妈妈来省城做小手术,提出要见她女朋友,她才让叶青月来扮演她的女朋友。 我惊呆了,怎么都没想到,会是这样荒唐的理由。 要不是很早就听她提过,要带她妈妈来做一个关节小手术,我都会以为,这是她妈妈的临终医院呢。 而且,就算是真的要见女朋友,不也是把我喊回来吗? 西北也没有多远,不过是一张机票三个小时的事情。 不是我主动找青月的,是那天带我妈做检查,在医院碰到她,刚好她在医院有认识的医生,就好心帮我妈妈安排了手术。 我妈误会她是我女朋友,为了让我妈妈安心治病,我就没多解释。 我从来不知道你妈妈要来做手术这件事,你完全可以跟我说的,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瞒着你的,我妈来得突然,你又离得这么远,加上这两个月是项目收尾期,我不想让你担心。 这两个月项目收尾,我的确忙得晕头转向,主要是想早点结束回来。 所以她这么说,我心底有几分发软。 毕竟相恋了六年,怎么能因为这一件事就把她判刑?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是打算跟你妈说清楚,还是跟她假戏真做,让我变成前女友? 我忍着脾气问她,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我妈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这两天我就把她送回老家去,以后还是我们俩的小日子。 她伸手抱住我,我挣扎了两下没震开,原谅我好不好? 我跟她真的只是在我妈妈面前演戏,对她没有半点想法。 她继续在我耳边解释,语气如此诚恳,还说,大学时我就不喜欢她,现在怎么可能会跟她有关系? 想一想也是,她长相身材都不如我,少凯怎么可能会喜欢她? 知道我把这话听进去了,陈少凯强盛追击,说我赶回来太累了,带我去吃好吃的,还说要给我开好点的酒店,让我好好休息。 不等我问她晚上在哪儿睡,她先说,咱们公司往东两公里开了个温泉酒店,上次马总过来开会住那边,我送资料去过一趟,风景很不错。 咱们晚上睡那边好不好? 我心里还是有些隔应,有两个声音同时响起,小三都登堂入室了,他们之间真的只是演戏吗? 可怎么说,我们认识也近十年,在一起整整六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我应该相信她,原则上的错误,她肯定不会犯。 最后,在理智和感情上,我选择了后者,答应跟她一起去了酒店。 路上,陈少凯再次跟我保证,说最迟后天就把她妈妈送回老家去。 我要的不是把你妈妈送回老家,而是跟你妈妈解释清楚这一切,不能让她以为我是纠缠不休的前女友,而叶清月是你正牌女友。 当下的事情,我只想当下解决好,不想给以后留下后患。 陈少凯有几分为难,说她妈妈刚做完手术,怕她接受不了,又说她很喜欢叶清月,毕竟先入为主。 难不成以后结婚? 也让叶清月继续扮演你的新娘。 我无法接受她的托词,直接对她说,如果你不说,那我现在马上回去把事情说清楚。 她最终举手投降,说这两天找个时间跟她妈妈说清楚。 在陈少凯的糖衣炮弹下,我没有继续纠缠这件事。 和她一起到了郊区的温泉酒店。 到酒店放好行李,我们打算先去吃点东西,刚刚订房的时候,前台说楼上有花园餐厅,环境很不错。 一路上没怎么吃东西,我也的确是饿了。 我们刚走进餐厅,陈少凯电话响了起来。 她被过去接电话,声音不大,但足够入我耳。 妈,不是,我公司有事过来了,我就不回去吃饭了,你们吃吧。 好吧,那等会儿我回去一趟。 嗯,很明显,是她妈妈打电话催她回去的。 其实,我心里是希望她能回去把这事解决好。 可她挂了电话走过来,丝毫未提她妈妈,直接对我说,饿坏了吧,先点菜。 刚把店员招呼过来点菜,陈少凯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把手机背了过去,没接。 我装作没看到,继续点菜,她手机却震动个不停。 我不想这顿饭在她的手机震动中吃完,台谋对她说,接吧。 她为难地看我一眼,只好又接了起来。 我自顾自地点了两道,在西北心心念念想吃的本地菜。 点完菜,她电话也接完了。 我妈说,清月烧汤时烫到手了,一定要我回去一趟。 内容我都听到了。 电话那头她妈妈紧张兮兮说,叶清月烫伤了要她回来。 旁边还有个嗲里嗲气的声音说, 我没事的阿姨,不用让少凯回来,也没有很严重, 等下去药店买点药擦一擦就好了。 她妈妈大声说,整只手都红了,怎么可能没事,得马上去医院才行。 叶清月,少凯肯定在忙,阿姨,我们还是不要麻烦少凯了。 然后,我男朋友说,你们别急,我马上回去。 我不禁在心里想,为了一个男人,不惜伤害自己,把自己搞得这么卑贱,到底值得吗? 你是医生吗? 我放下菜单抬眸问她,意思很明显,烧伤了找医生,找她没用。 可是,清月她是为了给我妈做饭,才被烫伤的。 殊子你不知道,这一个月来,清月她一直尽心尽力照顾我妈,比我都认真负责。 我妈妈的手术原本没这么顺利,排队至少要半个月,是她在医院有认识的人,打了招呼,才先给我妈妈做手术。 我知道,这些事我不该跟你说,那你说个屁。 我把菜单往桌上狠狠一放,打断了她的话,看到她那张骤然沉下来的脸,我突然觉得自己累死累活,提前一个星期赶回来,太不值了。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妈又不是我妈。 对,那是我妈。 她莫名冷笑了两声,然后又道,你永远这样,不会理解我的难处。 我为什么没有把我妈做手术的事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也没用,你不会做饭,不会照顾人,也没有清月的人脉,现在别人把事情做好了,你不感恩,反倒发脾气,送书词,你为什么不反思一下你自己呢? 我真的是被她气笑了。 她妈妈生病住院,她找了追求者过来假扮女友,住我的房子,用我的厨房,还要我感激涕零,感谢她照顾我未来婆婆。 我不是叶清月,还真没有她这么卑贱。 陈绍凯,你给我滚。 我咽不下这口气,指着门口让她走。 陈绍凯毫不犹豫转身,我气得直接拿起桌上的杯子砸过去。 陈绍凯,我们完了。 她头也不回离开了,我气得吃了两碗饭。 我以为她真的只是回去一趟看看,怎么着也会看在我们六年的感情上,再回来哄我。 谁知吃完饭后,不但没有等到她回来,还收到了叶清月耀武扬威的信息。 舒辞学姐,既然绍凯开不了这个口,那我来告诉你吧,其实绍凯对你,早就玩腻了。 我劝你识项点自己离开吧,绍凯要的你给不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微信里怎么有叶清月这号人物的,因为工作原因,加了很多同事和客户,可能她用小号混进来了。 点进去看了一下,好家伙,这朋友圈可太精彩了。 她在朋友圈秀的奢侈品包包护肤品,通通是在我房间拍的,当然,江景房也是我的,甚至连男朋友都是我的。 以下,是她晒的截图对话框内容。 她,我希望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你买给我的。 被刻意给头像打了马赛克,但一眼就能看出是陈绍凯。 她回道,好,一会给你买。 她说道,就,奶茶吗? 下面发了委屈和期待的表情。 陈绍凯,你想要什么都给你买,还附带了可爱的表情。 而她转头,回了个坏笑的表情。 这两年,她什么时候给我发过这种表情? 什么时候用这么宠溺的语气跟我说过话? 前一年其实还好,基本上每天都会跟她语音或者视频, 但后来慢慢地,她说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这样才能升职加薪,才能给我更好的生活。 所以,每次都以忙为借口,拒绝跟我视频通话。 我以为她是真的忙,不对,忙是真的,不过不是忙工作, 而是忙着讨好别的女人。 类似于以上的对话内容太多了。 两个月前的七夕节,我说回来跟她一起过, 她说她忙心项目,就算我回来也没时间陪我, 说我不是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等我回来补偿我。 而那天,叶清月朋友圈晒出了两张电影票的照片, 旁边那线长的手指,我一看就知道是陈绍凯的。 还有半年前我生日,我以为她会过来陪我, 没想到她却只给我送了一支两百块的口红, 说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到她这边, 她每天加班实在是没空过去。 可就在当天,叶清月朋友圈晒了吃西餐的照片, 照片上握着红酒杯的手上, 我送给她的劳力士手表格外显眼。 后面还有太多类似的内容, 我实在是看下去了。 此刻我的心已经凉透了, 比市场上杀了四十年鱼的刀还要凉。 再看下去,我怕我会忍不住去市场上, 拿一把杀了四十年鱼的刀, 把那两个人给杀掉。 显然,叶清月觉得朋友圈那些还不够刺激我。 返回微信, 发现她很不要脸的又给我发了还几条信息, 有文字有语音, 还有图片。 图片是她和陈少凯坐在床上亲吻的照片, 没错, 是我床上。 语音是偷偷录下的, 她妈妈训斥陈少凯的话。 那个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你赶紧处理好, 月月这么好的女孩, 别对不起她。 妈, 我知道, 我会处理好的, 你别担心。 妈妈老了, 帮不了你, 还好你有出息, 找了月月这么贤惠又有钱的女朋友。 少凯啊, 别走弯路, 野路子的女人, 咱们不要沾惹, 像月月这种名门闺秀, 才配得上咱们家。 我真的是要有了。 这么多年, 我真没发现陈少凯是这种人, 哪怕她在她妈妈这么说话的时候, 维护我一句, 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 可她没有。 六年青春喂了狗, 那现在, 我是不是该把狗赶出我的家里, 清理清理门户了? 我算是个爱憎分明, 干净利落的人, 说要动, 马上就回家里, 把那套房子的房产证拿上了。 之前和陈少凯搬进那套房子时, 我骗她说是我国外好朋友家, 因为人在国外不住, 所以便宜租给我, 让我帮她看家, 以市场价三分之一的房租租, 给我, 并且每个月只要陈少凯付一半的房租。 当然她给我的钱, 我也基本用在了她身上, 吃饭买礼物, 我给她花钱从不吝啬, 我心疼她家底清廉, 为人节俭, 还以为这样的人靠谱老实。 谁能想到, 这竟然是这么大的一坑。 拿到房产证再回去那边, 沙发上悠闲坐着吃水果看电视的三人, 纷纷惊住了。 怎么阴魂不散, 少凯, 你赶紧把密码改了, 哪有那么厚脸皮的人, 分手了还纠缠不休。 她妈妈率先开口, 语气很不善, 的确该把密码改了, 不过在这之前, 应该先把野狗赶出去。 我抬脚走进去, 双手抱肘看着他们, 你们是自己走呢, 还是我请保安上来, 把你们赶出去。 这是我家少凯的房子, 你要赶谁出去? 呵呵, 陈少凯的房子。 我抬脚走进去, 看着陈少凯问, 你的房子。 舒辞, 你别再震闹。 她过来拉我的手, 试图把我往外面拉。 我用力甩开她, 扫尸了一下整个房间。 两个月没回来, 自己家早已变了样子。 少凯快把这个女人弄走, 妈头疼想睡觉了。 她妈妈装模作样扶着额头, 叶清月十分狗腿过去扶她, 阿姨我扶你休息一下吧, 学姐肯定有事找少凯, 让她们自己聊吧。 叶清月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 不就是想要凸显我无理取闹吗? 呵, 老娘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舒辞, 我们去房间里说。 陈少凯想把我拉进房间里谈, 我偏步, 直接往沙发上一坐, 冷静道, 我把话放在这了, 要么你们走, 要么我让人上来赶你们走。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们走? 这是我们少凯的房子, 不是你家。 要走也是你走。 陈少凯还没说话, 他妈妈就又吼了一声, 陈少凯的房子, 他买的吗? 我饶有兴趣看着他妈妈, 问道, 那不然呢? 见我们少凯有钱, 有能力, 又有房, 你想倒贴上来, 粘着我们少凯吗? 我告诉你, 没门, 我的儿媳妇, 只有清月一个。 听到陈少凯妈妈说这话, 叶清月故作不好意思, 眼神却露出了几分得意。 哼, 陈少凯啊,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虚荣的一个人。 我抬头看着他, 他被我盯得心虚, 捶了捶毛子, 声音软了几分, 殊辞, 求你别闹了好吗? 有什么事, 我们好好说。 什么跟他好好说? 少凯, 咱不怕他。 他妈妈果然是乡村妇女, 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根本不知道他儿子现在已经羞红了脸。 我也懒得跟他们吵, 直接从包里拿出房本给他们看, 老太太, 睁大你的太和金狗眼看清楚了, 这个房子是我的, 上面写着送书词大字, 你儿子这两年呢, 是租我的房子住。 什么? 他妈妈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而比他更惊讶的, 还有陈少凯。 这是你的房子? 这不是, 那是为了照顾你那可怜的自尊心, 故意这么说的。 有谁家这个地段的大三市江景房, 只租四千块钱? 这里的房价多少,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陈少凯看着房本上的信息,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这不可能, 肯定是假的。 他妈妈不信, 伸手要来抢我的房本。 我把房本往包里一丢, 拿出手机拨打物业电话, 真的假的, 等保安上来就知道了。 我打了电话不到两分钟, 物业就让保安上来了。 宋小姐您好, 请问有什么吩咐? 这几个人冒充我家房子主人, 你们帮我把他们赶出去吧。 我当初跟陈少凯说, 这个房子我朋友的, 押一付一, 押金我先给了, 所以每个月交房租就可以了, 一人付一半, 他每个月给我两千块。 但这两个月我没找他要钱, 他也没有主动把租金给我, 所以我赶他们出去, 天经地义。 宋舒辞, 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 陈少凯拧着没问我, 我冷笑一声抬头看他, 我绝情, 呵, 你把他带回我家的时候, 想过我吗? 你七夕节不让我回来找你, 而是跟他看电影的时候, 想过我吗? 你在我生日当天跟他吃牛排大餐, 把我一个人扔在西北不管的时候, 有想过自己是否绝情吗? 我抬头望着他, 忽然一瞬间觉得眼前的男人好陌生。 到底这十年我从未了解过他, 还是他在我面前伪装得太好, 以至于我根本没发现他是如此虚荣又自私的人。 其实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只不过以前我被恋爱蒙蔽了双眼, 把他的所有缺点都当成了优点。 这位老太太, 你现在可以带着你的好儿子和儿媳妇离开了吗? 我转头看着陈少凯母亲, 用尽我毕生最好的教养来克制自己的脾气。 我不走,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我儿子花钱买的, 肯定是你蛊惑他买了房, 然后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我真的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老太太你知道这套房子多少钱吗? 这套房子总价一千三百万, 你儿子工作才四年, 每个月工资到手不到一万块, 就算不吃不喝十年, 也买不起这一套房子。 而这套房子是我家人给我买的, 送给我的毕业礼物。 毕业时, 我大哥给我买了房子, 我二哥给我买了车, 刚好当时我找的工作单位离着不远, 就把陈少凯叫到这里来住了。 我给你们两个小时收拾东西, 两个小时后如果没收拾好, 我立马让人把东西扔出去。 说完这话, 我拿出手机给我大哥打了个电话过去, 大哥, 你现在帮我重新买两张床来将近一号好不? 哦, 还有沙发, 桌子椅子, 梳妆柜, 只要看得见的东西, 通通都帮我换掉。 可是, 就算换了这些东西, 我还是隔应。 不行, 改天的让我大哥找人重新装修一下, 要么就再给我换一套房子, 换一套房子, 这个主意不错。 想到有理由让我爸妈给我换新房子, 我心情好了几分。 打完电话, 发现那三个人还在原地站着没动, 我转了转手机问, 考虑好了吗? 是自己搬东西出去, 还是我让人扔出去? 宋舒辞, 你别太过分。 陈少恺黑着脸, 把他妈妈和叶清月挡在身后。 他妈妈抱着一丝丝的期待, 抬头问陈少恺, 少恺, 他说的是真的吗? 这房子真是他家里人给他买的。 面对他妈妈的疑问, 陈少恺低垂着头, 好一会才道, 对不起妈, 我本想让你开心才骗你,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在这买房子的。 哎, 造孽啊。 叶清月伸手拉住陈少恺, 对他说, 少恺, 算了。 既然这房子是学姐的, 他这么绝情, 一定要今晚把阿姨赶出去, 那去我家住吧, 我家也在这附近。 附近? 就他能买得起这附近的房子, 我还真不信。 不过, 我信不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母子俩相信。 就是, 就是。 儿子, 咱们走, 月月家肯定比这更好。 一听说叶清月家有房, 老太婆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叶清月趁热打铁, 立马道, 阿姨, 我帮您收拾东西。 好, 好, 收拾东西, 这种破房子, 我还不乐意住呢。 破房子, 不乐意你还住了这么久。 我对他一句, 他脚步一顿, 气得直接摔门进屋。 我故意喊道, 房间门一头十八万哦, 小心点, 摔坏了, 你们可赔不起。 宋舒辞, 陈少恺生气低吼, 我看都不看他, 直接回, 干嘛。 我好心提醒他们而已, 别到时候弄坏了不认账。 宋舒辞, 我算是看清你了。 我真庆幸让清月来照顾我妈, 而不是你。 虽然我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 但听他口中说出这样的话, 心里还是痛了一下。 哎呦喂, 那我可真感谢你八倍祖宗哦, 没让我端茶到水, 照顾一个跟我没有半点关系的, 手脚利索的老太太。 一句话, 把他气得眼珠子都快蹬出来了。 阴沉着脸, 一副恨极了我的样子, 恨不得把我活吞下去。 我不再理他, 拿出手机看信息。 此刻, 我家家族群内已经炸开了, 我爸率先发了微信过来, 还爱特了我, 宝贝女儿, 你哥说你让人去江景一号换床换沙发, 怎么回事。 我妈说, 对啊闺女, 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工作调去西北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也不回家住。 大哥说,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妹妹没说。 二哥说, 妹,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跟那小子分手了? 我二哥永远这么一针见血, 哦不, 准确地说是他盼我和陈少恺分手盼了好久。 要是现在告诉他们, 我真的跟他分手了, 我觉得我爸妈还有哥哥们估计要开派对庆祝。 爸妈, 大哥, 二哥, 我没事, 算了, 床什么的明天再换吧, 我晚上回家住, 一会到家跟你们说。 我仔细想了想, 大晚上的弄这些东西动静太大了, 肯定会吵到上下楼邻居, 所以打算回家住一晚。 和陈少恺在一起之后, 我很少回家, 尤其这两年在西北工作, 一有时间就跟陈少恺在一起, 回去的次数更少了。 现在才发现, 只有家人才是避风港, 只有他们才会无条件地疼爱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 永远会站在你身边。 跟家里人说完话, 发现陈少恺还站在边上, 抿着唇一副有话想说的模样。 我冷眸瞥他一眼, 直接道, 有屁快放。 我没想到我们会闹成这样。 你没想到吗?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看了眼屋里收拾东西 像在打仗的两个女人, 忍不住促起眉头来。 你和叶清月什么时候 开始联系的? 我又问。 我跟你说过,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有联系的? 我忍着怒气又问了一遍。 大概一年前。 一年前, 果然这一切都有迹可循, 他变得忙起来, 也是一年前开始的。 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 我跟你解释过了, 这件事他就是来帮我忙的。 哦, 帮忙帮到床上来了? 我拿出手机, 翻出叶清月给我发的照片给他看。 那是他偷偷亲我, 我们根本就没, 你们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了? 陈少恺, 到此为止吧, 怎么说也是六年的感情,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我背过身子没再看他, 给你们两天时间收拾东西, 两天后我会来改密码。 丢下这句话后, 我拿起包包转身往屋外走去, 离开前还不忘对收拾东西的两个女人说, 眼睛睁大点, 不知道什么东西该拿, 什么东西不该拿就问问陈少恺。 虽然你们用过的东西我都会换掉, 但不代表你们可以随意动我的东西, 我不希望我有任何东西缺少或者损坏。 我会这么说, 是看到他妈妈从衣橱里把我一个金手饰往自己包里装。 放心, 你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拿。 陈少恺走过来保证道, 最好是这样, 六年的感情, 烟消云散。 这一场闹剧, 看似我赢了, 其实我和陈少恺, 谁都不是赢家。 把晚上的事情告诉闺蜜, 闺蜜把我骂了一通, 说我就该把她喊过去, 看着他们晚上搬完家再走, 说我太仁慈。 以后还在一个公司,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觉得这样做是最好的选择了。 回去一趟, 炫了腹, 让他们吃了别, 气已经出了, 他们也答应收拾东西搬走, 没必要把事做得这么绝。 当然, 我没想到, 我做事给他们留一线, 竟然是给他们继续隔应我的机会。 我在家歇了几天后, 跟闺蜜一起回了江景一号。 果然, 如他所说的那样, 屋里一片狼藉, 衣橱里还少了几个包。 我质问陈少恺怎么回事, 他竟然给我回, 不值钱的货, 我给扔了。 靠, 这狗比男人, 臭不要脸。 你那些包包, 可全是限量款, 我眼红了好久, 你都不舍得给我背一下。 他竟然说扔就扔了。 扔肯定是没扔, 在这呢。 我想把叶清月的朋友圈打开给闺蜜看, 发现竟然是一条横线。 他把我屏蔽了, 不过没关系, 昨天他朋友圈里的图我全都保存下来了。 闺蜜看完直接无语, 闹着要去找他。 不急, 先找个家政过来打扫一下吧, 我大哥等会儿会让人送新的家具来。 等下帮我问问你哥, 还缺妹妹吗? 闺蜜一脸羡慕地问道, 妹妹是不缺了, 估计缺女朋友呢, 要不我帮你问问。 不过你首先得告诉我, 想做我大嫂还是二嫂? 瞎说什么? 闺蜜红着脸跑厕所去了。 嗯, 我这闺蜜什么都好, 就是感情上胆子小, 看来我得想办法帮她一下了。 家政阿姨上来打扫好, 我清点了一下东西, 发现少了四个包包, 两条项链, 一对耳钻, 还有一双鞋, 连鞋子都偷, 这人没底线吗? 闺蜜找人一查, 夜清月的底, 忍不住吐槽道, 陈少凯脑袋被驴踢了吧。 吃软饭就找了个这种级别的爆发户。 别说是这将近一号的房子了, 就是五公里以外的东湖花园, 她估计也只能买套小两室。 我转头看着她说, 别小看东湖花园, 一套也要四五百万呢。 说完, 我叹了口气又道, 不过, 我觉得被驴踢了的是以前的我, 就那种男人, 我还天天在我爸妈和哥哥面前, 炫耀说自己找了个宝。 想一想, 这六年的付出,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傻比。 闺蜜那张嘴毫不留情附和, 那倒也是。 喂, 都这种时候了, 不指望你安慰我两句, 别落井下石行不行。 见我真的有点难过, 闺蜜没再嘻嘻哈哈, 转头看着我问,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如果他们没动我东西, 我觉得就没必要和那些狗有瓜葛了, 但现在不过还没等我动手, 他们竟然又对我搞动作了。 把家里收拾好的第二天, 我开始去总公司上班了。 早上刚一到公司, 发现同事看我的目光不太正常, 好像还焦头接耳议论纷纷。 难不成是我衣服穿反了? 还是装花了? 我放下电脑包, 去了烫洗手间, 还没进门, 就听到有两个女同事在聊关于我的事情。 就那个调去西北项目的送书词吗? 听说长得好漂亮哦, 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 据说他不仅给有钱人当小三, 还勾引过陈经理, 不过叶清月确实没有送书词好看啊, 要我我也选择送书词。 我虽然没看过真人, 但照片看着比明星还好看, 本人也很好看的, 不过那又有什么用呢? 叶组长家有钱啊, 要不是叶组长, 陈经理现在怕还是个小组长呢? 怎么可能一跃成为经理? 听着他们的议论, 我一脸猛逼, 不过他们夸我漂亮, 我还是很受用的。 在有钱也买不到美貌, 我是个严控, 还是喜欢送书词。 说话的女孩转过头来, 我笑着回她一句, 谢谢夸奖, 我也是个严控, 所以抱歉, 我不喜欢你。 啊, 胖胖的女孩被吓得整个人身体往后退, 肥嘟嘟的脸狠狠抖了抖。 另外, 一个女孩认出我是谁, 心虚地打招呼, 送, 送组长。 我夺过他们的手机看了一下, 他和同事们正在一个群里聊我的八卦。 我说呢, 怎么一到公司发现气氛怪怪的, 原来公司的人看图编故事, 已经编了好几个版本出来了。 图片是我爹来接我回家时被人偷拍的, 我挽着他的手臂, 仰头看着他一脸笑容。 这照片不但上了我们公司内部网, 就连本地新闻都出来了, 标题还十分吸人眼球。 惊! 某集团董事长被爆出轨小三十岁小网红。 惊! 这不是某集团董事长首次出轨。 那些人仅凭着我和爸爸的照片, 说我给老男人当小三, 还说陈少凯和叶清月在大学就是一对, 而我千方百计想要拆散他们, 甚至追陈少凯追到了这个公司来了。 而关于我妈爸的更离谱了, 说他和前妻还没离婚, 我妈就介入了他们的家庭, 最后成功尚未成了富豪太太。 最可气的是, 有人还扒出了我妈的信息, 说她现在在某医院当副院长, 而她之所以当上副院长, 也正是因为我爸在背后操作。 他们编造我的故事我都没这么生气, 但如今把我爸妈牵扯进来, 这是我绝对不能忍的。 宋组长, 老板让你去趟他的办公室, 这时候老板找我, 不用想我都知道他要说什么。 只是我没想到, 我进去的时候叶清月也在里面。 殊辞啊, 西北那个项目, 你做得很好, 的确是值得表扬, 等年底员工大会, 肯定会重点表扬你的。 听到这个话, 我心里涌上来一股不是很好的预感。 但是啊, 除了工作能力之外, 个人素质方面, 也是咱们公司作为升职考核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次我们内部决定, 清月担任我们企划部部长的职位。 老板说完这话后, 我看到他给了叶清月一个眼神, 而叶清月眼中的得意更是满得快要溢出来了。 所以, 你们仅凭一张照片, 就觉得我人品不行, 个人素质不行是吗? 其实昨天我就有在思考, 要不要继续在这个公司待。 我不想跟这种渣男贱女在同一个环境下工作, 但就这么离开, 搞得像是我李亏一样, 加上老板承诺从西北回来就给我升职, 我觉得怎么样都让他兑现承诺再说。 当然最主要是,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公司的, 虽然不是什么大公司, 但公司氛围还不错, 做的项目也都是有意义的项目。 比如在西北小城市投建修路, 在干旱地区做水电大坝, 甚至还有去偏远的新疆投建工艺项目, 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发展很有前景。 加上项目在全国各地, 可以利用工作跑遍祖国大好山河, 也是很不错的体验。 可现在看来, 这个公司的管理层, 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老板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 这怕不是一张照片的事情吧。 叶清月开了口, 满脸得意地看着我, 你在将近一号的房子怎么来的,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这些年, 你投靠过的老男人应该不少了。 舒辞学姐, 我提醒你一句,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老板要是今天把你生上去了, 那咱们公司的名声, 老板的名声, 怕是保不住了。 所以舒辞学姐, 我要是你, 就自己收拾东西回家了。 哼, 让我收拾东西回家。 他算老几。 嗨嗨, 也没有清月说得这么严重。 老板出来, 唱红脸, 推开椅子, 起身走到我身边, 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 公司不会开除像你这么有能力的员工, 你好好在公司上班就行。 一会我会在公司群里, 发信息告诉大家, 不要再讨论你的事了。 网上的事,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 过段时间也就没人在意了。 这红脸唱的, 就差直接说, 除了这种事, 我还收留你当员工, 你以后做牛做马报打我吧。 生意人果然是生意人。 呵呵, 我被老板一番话给气笑了。 这时候了, 你还笑得出来。 看来对这种事早就见惯司空了呀。 叶清月继续讽刺我。 是啊, 对这种颠倒黑白, 摆弄是非的事情, 我早就见惯司空了。 不过, 不要脸的人我见过, 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我还真是头一次见。 我朝叶清月走了两步, 挑眉看着他说, 你的目的就是我离开公司, 为止拱手让给你, 人也给你, 人嘛可以给你。 我祝你们婊子配狗, 在牢里带到天长地久。 宋舒辞你什么意思? 现在, 人品不端的是你。 叶清月表情管理可真够差的, 说他一句, 就开始嚷了。 我人品不端, 我可没有随便拍一张照片, 就来造谣声势, 也没有偷别人奢侈品包包和鞋子。 说到后面, 叶清月有几分心虚, 但很快他又十分自信道, 我偷你什么东西了, 那都是少凯给你买的, 我不过是拿走了他买的东西, 什么偷, 呵, 我真没想到, 他能虚荣成这样。 我简直无语了, 跟我说是, 货扔掉了, 在叶清月面前, 又说他给我买的。 那些限量版的包包, 明明都是我爸妈 还有我哥哥们给我买的。 走着瞧吧。 我拿出手机, 准备给律师打电话, 发现手机上有十几个未接电话, 信息也成堆成堆发过来。 我没去看手机, 而是转头看向老板, 问道, 老板, 你确定要站他这边吗? 如果是, 那这个公司我还真不想待了。 什么意思? 老板有些茫然地看着我, 问道, 你要自己走人。 如果是呢? 看来老板不会信我, 也不可能会站我这边。 那当然最好了, 但可要讲清楚哦, 是你自己要辞职的, 我可没有要开除你。 我懂, 开除员工是需要补偿的。 是, 我自己要辞职的, 不过在我辞职之前, 我肯定会想办法, 先把公司搞垮的。 我说完, 拿着手机走出了老板办公室, 送书辞你什么意思? 把公司搞垮, 就凭你。 老板在后面不可置信地逼喊。 叶清月也冷笑道, 就是, 想搞垮, 我们这么大的公司简直是在做梦。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 你当小三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看你还能嚣张多久。 我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 推开办公室的门往外走。 谁知刚一推开玻璃门, 陈绍楷站在办公室外面准备敲门。 我还没说话呢, 他第一句就对我说, 宋舒辞,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哪种人? 我反问。 上大学的时候, 你就给别人做三了吧? 那个房子, 也是他给你买的, 对不对? 我再次发现, 自己以前真的是心芒眼瞎, 竟然把这么个玩意当成宝。 陈绍楷, 我们认识十年, 仅凭一张照片, 别人一段话, 你就否认了对我十年的认识, 就否认了我们六年的感情。 而我呢, 昨天回到家看到小三登堂入室, 我都依然坚信, 你没有违反原则, 哪怕你为了他丢下我一个人在酒店, 我也傻傻等着你来哄我, 想到这些, 心还是觉得很痛。 心痛是因为, 这些年我真的很认真, 在经营我跟他的感情。 我觉得他虽然出身农村, 偶尔有点抠门, 有点好高骛远, 也有点小自卑, 但我从未觉得这是什么缺点, 我觉得这样的人不会在意我家是否有钱, 肯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我最好的生活。 我没想到我能看错人, 而且错得这么离谱。 陈少恺,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亏我本来还打算放他一马, 现在看来, 对渣男真的不该仁慈。 我丢下这话后, 不再管他脸上什么表情, 想说什么, 在公司同事的注视下, 拿着包包离开了。 一边走, 我一边给昨天咨询过的律师打电话约他见面, 跟他约完, 我才拿起手机查看未接电话和短信, 基本都是我家人给我打的, 家族群已经聊爆了, 都在问我在哪里。 而最后一条消息是我大哥发的, 我快到妹妹公司楼下了。 看完这条信息, 我正好坐电梯到了公司楼下, 我几乎是飞奔走出公司大楼, 走出门就大哥风尘仆仆赶来。 我抬脚跑过去, 他伸手抱住我, 扑到大哥怀里的那一刻, 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 其实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 的确是有一段故事的, 不过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我爸爸之前有过一任妻子, 但他在生我哥哥们的时候去世了。 我爸爸是在我哥哥出生那年, 遇到我妈的, 我妈当时是那里的医生。 因为我两个哥哥是双胞胎, 还是早产, 两个人身体都不好, 出院后就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我妈尽心尽力照顾我他们时, 和我爸有了感情, 但他们是五年后才在一起的, 在一起十年后才生的我。 所以我和我爸爸相差年龄有点大, 跟我两个哥哥也差了十岁。 而我爸妈, 其实以前一直没领证结婚, 也没有办过婚礼, 原因是, 那个时候计划生育, 我爷爷是共产党党员, 我爸爸当时公司也刚起步, 那时候结婚再生孩子, 对他, 对我爷爷影响都不好。 我妈体谅爷爷和我爸, 主动说不领证也不结婚, 但他没有骗我两个哥哥说他是亲生母亲, 而是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们。 他就是担心, 以后这些事情从别人嘴巴里传出来, 孩子们会瞎想。 尤其像现在这个新闻爆出来, 如果哥哥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世, 可能真会怀疑, 我妈妈是小三上位, 甚至会怀疑是不是我妈妈害死了他们妈妈。 但现在, 因为从小什么事都没有瞒着他们, 所以没有这种可能。 现在事情发生第一时间, 大家反而都担心我。 我很感动, 也觉得很幸福, 能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傻丫头, 哭啥。 她伸手帮我擦干眼泪, 问道, 受欺负了, 才没有呢? 我嘴硬道, 你妹妹哪有这么容易被人欺负? 好好, 没有没有。 不过, 也不影响我教训一下让我妹妹讨厌的人。 大哥果然最懂我。 是的, 这些人太讨厌了, 整个公司的人都很讨厌。 那我先把整个公司买下来, 把你讨厌的人都赶走怎么样? 我大哥眉头一挑, 一副要干大事的表情, 简直深得我心。 不过, 我本来是打算让我哥哥和我爸他们 给这个公司使半子, 让他们公司经营不下去, 让老板来求我的。 既然大哥说要买下这个公司, 好像也不是不行。 我大哥办事效率极快, 让我在家待了五天, 他就把公司股权都收购完了, 而且还把注册信息都给换了。 当然在这之前, 网上关于我还有我爸妈的绯闻, 他们也都处理完了。 我爸爸当着记者的面板和我妈之间的故事说了出来, 甚至当众跟我妈妈求婚, 还承诺说要给我妈妈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众人谁能想到, 竟然被六十多岁的人给塞了一把狗粮。 不用想也知道, 这主意肯定是我二哥出的。 是吧? 二哥? 我拿着营业执照的本本, 得意地看向我那日理万机的二哥。 二哥伸手把我手里的营业执照夺过去, 哼了一声道, 那当然, 不止这件事有我的功劳, 要是没有我, 你以为这小本本你能这么快拿到? 谢谢二哥, 我最爱你了。 我当然知道, 我二哥也帮我出了不少力。 走吧, 现在去帮你打狗。 我二哥一手拿着营业执照的本本, 一手牵着我出门。 欺负我妹的人, 以后都别想在这个城市混下去。 他说完还不忘给我大哥打了个电话, 让他一起过去给我撑腰。 一个科技大佬, 一个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外交官, 同时出现在这种小公司, 引起了全公司的轰动。 原本要劝我离开的老板, 看到我两个哥哥过来, 点头哈腰说着恭维的话。 而收到离职信息的叶清月和陈绍凯, 愤愤不平来找老板。 得知是我让老板发出通告的, 叶清月趾高气昂的质问, 你凭什么开除我? 我从我哥手里拿出营业执照, 甩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就凭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我。 他目瞪口呆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 太精彩了。 陈绍凯的表情倒是很平静, 他走到我面前, 语气十分诚恳, 殊辞是我错了, 因为叶清月帮忙照顾我妈妈, 我才把他带回家的。 你原谅我好不好? 这种话这几天我都听腻了。 他这几天一直给我发信息说自己错了, 要求我原谅, 还说爱的人还是我之类的。 得知我有钱, 就放弃叶清月想找我付何备。 其实一开始, 我给过他机会的, 是他没有珍惜。 他走过来想要握我的手, 我大哥直接朝他的手一脚踢过去, 滚, 别碰我妹妹。 这一脚还不轻, 差点把陈少凯踢倒。 陈少凯, 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想抛弃我跟他和好吗? 你忘了你前几天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我一辈子对我好, 会跟我结婚, 你还说宋舒辞那样下贱的人配不上你。 是吗? 我抬头看向陈少凯, 他有些心虚道, 我没这么说, 表情说明一切, 陈少凯说谎的时候, 耳根子是红的。 我妈妈老说, 耳根子一红的人都善良, 看来这也不是绝对的。 陈少凯, 但凡你现在有点骨气, 直接辞职走人, 我都会觉得我这六年的感情没有白白付出。 但现在的你, 真的让我恶心。 宋舒辞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永远高高在上, 从小像个公主所以, 才能站在这说这种风凉话。 你知道我从小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吗? 你知道我这种人完整地上完大学, 有多难吗? 你知道我进这个公司, 爬到这个位置有多艰难吗?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陈少凯, 因为高中的某一天, 大家都在睡觉时, 他拿着书在厕所复习, 就为了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更难能可贵的是, 上了大学后他没有松懈, 反而更加努力, 不管是不是专业课, 他从来不缺席, 但课外时间, 从来没有闲着, 不是打工就是学习。 跟我谈恋爱的时间, 完完全全是挤出来的。 工作后他也很努力, 一直想要往上爬, 不管加班多晚, 他也从不抱怨。 以前, 我真的很心疼他, 但现在, 这个人早已不是那个努力上进, 心怀大志的陈少凯了。 可这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高考却依然没有考上 自己最想去的学校, 因为没有最好的文凭, 只能在这样的小公司上班, 可哪怕在小公司, 我这么努力工作, 最后还是输给了人脉, 有些东西, 你唾手可得, 所以你就可以践踏我们的尊严, 就可以高高在上, 一句话就把我 辛苦这么多年的东西毁掉。 所以陈少凯, 你现在是觉得, 你之所以今天会被开除, 是我的问题吗?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现在的陈少凯就变成了那个一睡不醒的人。 他没有回答我, 而我也不需要他的回答了。 陈少凯, 我真为你觉得可悲。 在我跟陈少凯交谈的时候, 我哥已经打电话让警察过来了。 是的, 我要以盗窃罪起诉他们。 我的那些限量版的鞋子包包, 还有首饰, 价值上百万。 或许有人会说, 他们不过是爱慕虚荣的可怜人, 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就把他们送进橘子里。 但是, 他们在背叛我的时候, 在把我赶出公司的时候, 在诋毁我父母的时候, 有想过他们做的事情, 会伤害我和我的家人吗? 如果我家不是家底雄厚, 如果我爸妈都是普通人, 如果我没有两个这么疼爱我的哥哥, 那他们一定会把我狠狠踩在脚底下。 因为就在我离开公司的第二天, 我爸爸还来不及澄清绯闻, 他朋友就有收到过, 有人把我的档案, 和他们编造的故事发到各个公司里, 想要在这个行业内封杀我, 让我以后找不到相关的工作。 甚至, 还有人去医院逼迫我的母亲, 找人去骂他, 还诬告他就职不当, 想让他在医院里待不下去。 他们, 从来就没有想过给我留活路。 我知道, 这些是叶清月找人做的, 但我不信, 陈少恺对此毫不知情。 所以今天, 我不会当圣母。 仅仅是那价值百万的东西, 盗窃罪也够他们吃好几年的牢饭了。 当然除了盗窃罪之外, 还有诽谤罪。 在公司所有人的注目下, 陈少恺和叶清月被带到警察局去接受调查。 而我把这几天准备好的, 关于我的包包, 鞋子所有的证明和发票一起拿了过去。 有叶清月之前在朋友圈发的照片为证, 那些包包都是他偷走的, 至于那双鞋子, 是他穿出去之后把鞋跟弄坏了, 就没再穿回来。 当然, 这也算偷, 我没偷, 我真的没偷, 陈少恺说那些东西是他买的, 我才拿来背了一下, 那东西全都在我家, 我可以现在就还回去。 叶清月把责任推到陈少恺的身上, 陈少恺直接否认说, 我没有说过那东西是我买的, 你自己非要拿, 跟我没关系。 陈少恺, 你说过的, 你说那些东西都是你给送书词买的, 我要就拿去, 你忘记了。 我没有, 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跟你说, 书词的东西别动, 你不听, 非要拿走。 嘖嘖嘖, 看这种狗咬狗的戏码, 最爽了好吗? 嫌他们太吵, 警察都忍不住对他们说一句, 别吵了, 等下到了警察局会给你们做笔录的。 看来, 他们还没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 到了警察局, 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 以及盗窃罪超过百万的量刑后, 叶清月和陈绍楷两个人都惊住了。 像这种超过百万物品盗窃, 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十年, 叶清月直接跪坐在地上, 浑身打着哆嗦, 话都说不出来了。 陈绍楷依然忙着推卸责任, 书词, 警察同志, 这些都是他拿的, 跟我没关系啊。 此时此刻, 承认他是我交往六年的前男友, 我都觉得丢人。 我大哥二哥互相对视一眼, 一人一边拉着我离开了警局。 这件事交给警察吧, 我们回家。 好。 最后除了那双鞋子被叶清月丢掉了之外, 其他的包包都在叶清月家找出来了。 而丢失的项链饰品, 陈绍楷的妈妈亲自送来了警察局, 并自首说是他偷拿的, 跟陈绍楷没关系。 最后, 陈绍楷无罪释放, 他妈妈还有叶清月因盗窃罪被起诉坐牢。 当然受到惩罚的不是他们俩, 还有叶清月的妈妈。 当时我妈妈的资料之所以会被曝光, 是因为叶清月的妈妈在那家医院当护士长。 她诽谤我妈妈, 说我妈妈通过不正当渠道当的副院长。 却没想到, 自己最后把自己害了。 叶清月家原本不过是普通家庭, 父母都是普通职工, 后来家里拆迁分了几百万就膨胀了。 她的妈妈以权谋私, 常年拿医院药物和医疗器械的回扣, 甚至还私下收患者送的礼物钱财。 如果不是这次的事件, 怕是很难把这些事查出来。 不过这些事足以说明 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手脚不干净的父母交出来的孩子, 多半也会犯错。 我真的很庆幸, 我有正直善良的家人。 我爷爷和老爷都是共产党党员, 我老爷还是一位退休的老士兵, 从小他们就教导我和两个哥哥, 要爱国, 要正直, 要善良, 要有底线, 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要, 但属于自己的东西, 要牢牢守住。 我很庆幸我做到了。 我更庆幸, 我的善良有底线, 没有因为一念之差就放过那些心术不正的人, 哪怕叶清月和陈少凯妈妈跪着求我, 我也守住了底线, 把他们交给了法律制裁。 回公司的第一天, 我把那个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老板给开掉了。 他离开的时候, 鞠躬道歉, 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许总, 我希望你东山再起的时候, 记住自己开公司的初衷。 我永远记得, 我第一年进公司时, 你在大会上, 说你开这个公司, 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更便利, 让老百姓们生活过得更好。 哎, 等你当老板久了你就会明白, 那些所谓的公益项目, 不过是挣钱的噱头, 做那些项目一是为了避税, 二是为了打响名号接更多的项目, 哪有老板真的会去做那些亏欠的公益项目? 我呀! 我看着卡里我全家族几十号人, 众筹给我的十几亿, 羊嘴笑道, 我的目标是, 一个挣钱项目搭配十个公益项目。 老板临走前, 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再次见到陈少恺, 是三年后, 在大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我曾经待过两年的地方。 待在那里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能在这间一个读书屋, 让那些小朋友课外之余, 有免费读书学习的地方, 天气热的时候有空调, 冷的时候有暖气开放, 那该有多好。 所以, 开公司第一年, 我就开始筹备这个项目了。 陈少恺当然还是那个拼命努力的陈少恺, 他会到这里来, 是因为他现在所待的公司是一个路建公司, 他跟着公司来修路的。 夕阳西下, 我带着村里两个小朋友出来散步, 看到了去超市买泡面的陈少恺。 他看了我一眼, 很快低下了头去, 我带着两个小朋友路过, 也没有跟他打招呼。 远走后, 一个小女孩仰头对我说, 姐姐, 刚刚那个哥哥长得好帅。 是吗? 我漫不经心回了一句, 陈少恺长得好看是真的, 哪怕他已经不是十七八岁的少年了, 哪怕他今天穿着普通, 人也沧桑了许多, 在普通人里, 也还是好看的那种。 可惜, 他心术不正了, 把两个小朋友带到超市里, 我苦口婆心跟他们说, 有很多时候呢, 看人不能看表面, 长得好看的不一定是好人, 当然长得不好的, 也不一定是坏人, 总之一句话就是, 不能太相信长得好看的人, 知道了吗? 那两个小朋友猛猛懂懂点头, 知道了。 过了一会, 又有个小朋友开口道, 姐姐说得对,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给人好看的外表, 不一定会给人好看的内心, 我是这个意思吗? 不过, 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事了, 比如姐姐就是人长得漂亮, 内心也漂亮, 嗨嗨, 我觉得建造图书室也不够, 得再帮他们学校招点老师过来, 语文学成这样, 有点丢人, 内心不是用漂亮来形容的, 姐姐是内心善良, 看来还是有语文学的好的小朋友, 所以刚刚那个哥哥, 可能也是个善良的人呢, 白讲了这么多, 晚上, 我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 约我出去走走,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是陈少凯发过来的, 我当然不会去了, 不过很快, 他又发了条信息过来, 算了, 我们确实没必要再见, 我只是想告诉你, 书辞, 我已经不恨你了, 他有资格恨我吗? 哦, 他是怪我把他妈妈送进了牢里吧, 三年前, 他的确因为这件事, 说过恨我一辈子, 不过我并没在意, 各自安好吧, 我回了这条信息过去后, 把这个号码拉黑了, 三年, 能改变的是很多, 比如我的心态, 我自己都没想到, 再次面对他我能如此心如止水波澜不惊, 但也有很多是没有改变的, 比如, 我想要做公益项目的决心, 我拿出手机, 看了看银行卡, 发现之前家族众筹的十几亿不但没花完, 反而又多了十几亿,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我爸爸在大家族群里, 说我做公益事业做得兢兢业业, 把有钱没处花的叔叔审慎, 叔叔舅舅们都给炸出来了, 一人捐个几万千, 就这么多了, 这些人想干啥, 想要我累死吗? 请问一下, 钱太多不知道怎么花, 谁能给我支个招啊?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